说到中国最古老的剧种 大家恐怕会想到的是秦枪 那么秦枪的发源地呢就是在陕西 实际上在陕西据说还有一种比秦枪更古老的剧种叫做老枪 但很可惜如今只有十二个人会唱 但是当他们出现在北京的舞台上之后 却引起了一连串的轰动 在广袤的大地上 寻找远去的背影 在时间的长河中 打捞失落的记忆 中国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欢迎来了 麦芳 阿姨 阿姨 舞台上的这群演员来自陕西 他们的这种唱腔有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老腔 据说老腔在陕西的华山脚下 已经流传了上千年 目前会唱的却只剩下舞台上这十二个人了 这些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五十三岁 最大的已经有八十多岁了 最近话剧白鹿园的导演林兆华 看上了这些老艺人们 来自陕西民间的老腔戏班 第一次走上了京城舞台 他们将和著名演员蒲崔欣 郭达同台演出 老腔也因此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 这一天 系班子的负责人党安华接到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北京人艺的领导告诉他 半个月后要举行一场话剧白鹿园的 原生态演唱会 挂了电话后 本安华召集系班子的所有成员 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这一天的电话 来 赶紧走走走走 这个事情要紧一看 你的事这样啊 刚刚我事 班长给我打了个电话 打个电话就是 顶着二十六号这个演员会的事 现在这些老相有意义的 一个你 一个司机 一个西民 你商量的就是说 动得得多 了解得多 你要知道多想 哎呀 那行呢行呢行呢行 下午把这事一说看明天 拍了看具体方案怎么定啊 嗯 反正是得有个思想准备 就是晚上演出 北战排列 既要保持经理 还要这些丧子 因为晚上还有演出 北战还有排列 下午 党安华准时带着戏班子的主要成员 来参加演唱会的专家策划会 没想到专家们在一开始 就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我觉得这次给老乡提供了一次 太难得的机会 比如说26号这个晚会 这个事儿如果说 我带着一些老乡艺人 要在陕西十年 二十年要搞一个音乐会 可能我觉得可能性太小太小太小 我也不敢说不可能 可能太小太小 但是目前我们的市场状况 如果我们打出去的只过是一个 或者是老乡或者琴枪的这样一个 一个叫什么清炭的 或者是赛上这样一个作品乐会 我相信还是缺乏感到力等 所以我觉得咱这台晚会 首先一个是要好听 二个是好看 但是你怎么样好听怎么样好看 说得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未必 由于演唱会需要的一些乐器 没带在身边 但安华决定回一趟艺人们的老家 另外他也希望 老乡艺艺术的诞生地 能够为他排练音乐会 提供一些灵感 这是一个位于西越华山脚下的小村庄 黄河、渭河、洛河在村庄附近交汇 村子里代代相传一个老腔皮影戏班 皮影戏在陕西一带并不少见 但是双群村的这个戏班 却会一种叫老腔的独特唱法 艺人唱 众人喝的拉坡 和用板凳敲打伴奏 是这种唱腔独一无二的特点 据说早在西汉时期 这里是一个军事粮操所在地 曹韵只同当时的都城长安 带头船公为了统一大家的动作 一边喊着船公号子 一边用木块敲击着船帮 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后来老腔成为皮影戏的伴奏 隐退在幕后被人们渐渐地淡骂 三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 在县文画馆工作的党安华来到这里 他把老腔从影子戏背后请了出来 这次在北京演出的艺人中 有六个就是原来双群村戏班子的成员 他们都姓张 党安华希望这次原生泰演唱会 能够以他们的表演为主 因此在离开北京之前 他叮嘱戏班子的班长张熙明 这段日子一定要排练出一个六人演奏的打击乐曲 但是党安华没有想到 他前脚刚走 北京的西班子就出了乱子 decreased 党党党在这党 我这兮兮兮摸你怎么忘了 不是分 你现在是不分 兮兮快抢你 怎么我抢 你怎么抢我 不是要抢 就得都 不得都得都 也都忘了分你 老婆子偷吟了你 你们是 你别偷了老婆子在外面 戏班子里的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叫张四季的马罗演奏员 是在闹情绪 故意不配合排练 因为之前 他曾抱怨过戏班子的乐器不全 没法演奏 但是张四季却认为 是戏班子里的吉他人 不懂乐谱 弄错了节奏 你听我一发事儿吗 你找你咬人去吧,你啃我,你叫得太快了。 这不快点,这不快点。 你这死相是有危险的,真选啊。 看,我平时抢那废品,要不抢是对了,死相比较有气到所幸福的,抢,不是我妈的。 你管这死相这一波, 你不抢,你不抢,你别要洗你我, 这下真气,他不抢。 就在戏班子内部闹得不可开交时,达安华却在陕西双泉村,挨家挨户地看望戏班子成员们的家属。 这一天,他来到了马罗演奏员张四季的家。 达安华曾经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导演专业,但是来自眼前这个小村庄的农民戏班子,却让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 在双泉村待了几天后,达安华对北京的演唱会有了新的想法。 现在我的思路基本上是有一点眉目,就是打造中国农民的摇鬼。 带着对演唱会风格的新摄像,达安华连夜赶回北京。 而这时,北京的艺人们正等着达安华回来,解决矛盾。 团師站一个 Surprisingly传队运动교 pren 하루, casa 13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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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 parking,应该以用的啊, 我团ament釀补, 我看多想法,一倍快 Nan,攝影响他们那个。 既然有ерб�是等木医ün的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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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你在软盾臂。 既然 Wizhr è Times Mr Famille, a Californian大放2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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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00 00 006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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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一步用手的, 一块儿坐 你几个都一样 坐 你把这好的东西给我埋藏了四年 那你几个都不服 我不动 你要给我 你给我走 马上开 好好好 就这个技术 你绝对能给你制造一个好节目 你把这好东西把我气死 这好东西给我完藏了 我这还不了解他有这种 班长喜明无意中吹响的口哨 给大安华带来了惊喜 也让戏班子里的老艺人们兴奋起来 就连刚刚挨过批的张四季 也不例外 这不搞笑了 张四季的兴奋劲没有持续太久 在随后的几天排练中 档安华发现张四季的马罗敲的确实有问题 这种随意性也是老强在民间演出时的特定 但是档安华认为 这次演唱会毕竟面对的是北京观众 要是不把节拍固定下来 是要闹笑话的 当时 当时 四季 随着排练一次次中断 戏班里的人开始变得有些烦躁起来 这让好面子的张四季有些难堪 也许是因为心理作用 他似乎越来越找不到节奏了 要过断 千万不太犹豫 不要说太犹豫 这个鸡要呈现一个显殿涂装 显殿涂装 这就好听 如果出现了这 显殿涂装要是一定要先 意味着说 人死了 这不是慢的 不是快乐 是慢 哭不高 再来一次 这来一次 你雙手笑一下 夹比叶迹去 看你是不酱 对不对 在筷子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张四季的父亲是唐兄弟关系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学习惯化 东西又 Dok ridges 俩 修斯 修斯 斗师哥 看是不是 斗师我把你提到这一块 啊 提击边 gag 我就把你提到这一块 把你作为一个脚垫 咱是互相消息 谁好咱就向谁消息 咱说有些东西是他 因为你这是这 你给你爸消的 他给他爸消的 他给他爸消的 有时候可能在时间一长一弯 也就有了差异了 有了差异了 好处好 他这有啥好处 他说他三个 你三个是你八角 行 那咱几下就那儿 在这儿休息休息 回起后再用到这相像 那小话小话 那小话 我这才有地方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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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会的日期越来越近 戏班子开始 进入了实地彩排阶段 这一天 党安华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26号的演唱会 谁会是最吸引观众眼球的主角呢 四季虽然被晾在了一边 但是他却依然十分认真 因为演出中有一场 需要他敲板凳的戏 演出场地的工作人员 向他提出了抗议 这次戏班 我赞和钥子 你都开了 好 对 比赞 rent 和你,你太好了 那它完整,你才有点 到前半身 董安华思来想去 虽然张四季的演奏 与戏班子里其他演员的节奏不同 但是他却是这帮人中最富有激情的 这时候 董安华对演唱会的主角 有了新的想法 关华对演奏 爱上敡努力 为止畅力 不许吸收 巨齿 终于 主角 主角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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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结束后不见 老江艺人们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张四季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七岁的小孙子 叫到自己跟前 快 先这样吃啊 先这样吃啊 先这样给蒋家唱的 看 你给钱看 看 给你一块钱 好 好 行 好 插两句 插两句 你带来看 插两句给一块钱 对于张四季来说 北京的演出 很快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忆 随着他和他的同伴们间接老去 谁也不知道 老江还能在这个村子里 流传多久 跑步 小岁 周根 你走过头发点 俺里走过头发点 我一定走过头发点 俺里走过头发点 飞着兜兜王家乡 叶丽 祖国桃花家 叶丽 祖国桃花圈 叶丽 祖国桃花圈